神里灵槐是神里家族的长女,也是神里灿的姐姐。 她拥有冰之神力,能够制造出冰金和冰霜。 她从小就对神之眼充满了好奇,想要探索世界上的奥秘。 她经常到神之眼附近的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,学习历史、电理、文化和魔法。 她也喜欢实验不同的冰之法术,试图创造出更强大的效果。 神里灵槐认真工作的样子,让周围的人都敬佩她。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,也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。 她经常带着自己的冰金剑,到神之眼以外的地方去冒险,寻找新的知识和挑战。 她遇到过各种危险和困难,但她从不放弃,总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克服。 她相信有一天,她能够解开神之眼的秘密,并且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。 旅行者,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冒险呢? 有啊,我去了一个叫做雪山的地方。 那里有很多奇妙的事物,比如说一个会说话的雪人,还有一个会飞的钟。 哇,那听起来很有趣啊,你是怎么发现那些树物的呢? 其实都是靠我的好伙伴冰霜之意。 它是一只很可爱的冰鸟,它会带我去探索那些隐藏的秘密。 原来如此,你真是幸运啊,我也很喜欢和动物相处,它们总是能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喜。 是啊,我也觉得和动物相处很开心。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动物呢? 嗯,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狐狸了,它们又聪明又灵巧,而且很漂亮,你知道吗? 我家里咬了一只狐狸,它叫做小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